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4年夏天 一则新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广西横县的林先生身患肝癌 医生通过手术取出部分肝脏组织后 竟然在里面发现了多条虫子 这些虫子正是林先生身患肝癌的罪魁祸首 这是一种名叫肝西虫的寄生虫 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鱼生虫 因为它的囊幼多寄生于淡水于体内 进入身体后便在人体的肝脏胆管中生存 而感染肝西虫的人多半是因为食用了生鱼 生食在我国的饮食文化中 是既刺激又富有挑战性的一部分 我国从南至北有不少省份都有生食水产品的习惯 在热爱生食的食客们看来 生鲜的美味无可替代 他们不仅自己爱吃 更将生鲜制品视为代客的上家菜肴 可是林先生的情况绝对不是个案 时间往前倒转 几乎每年类似吃生鲜感染寄生虫的案例都有爆出 为什么吃生鲜会感染寄生虫 如此频繁的案例 为什么还有人生吃生鲜 生鲜饮食缘何而来 生鲜到底能不能吃 如果能吃该怎么吃 在人们的认识中 动物性食品需加热后食用才是安全的 的确 生鲜中通常携带有寄生虫病原体和大量有害的微生物 寄生虫生命力顽强 一般它的囊又进入人体后 成虫会从囊壁中破壳而出 在人体里存活的时间可达到二十至三十年 轻度感染时 人们感觉不到明显的症状 而重度感染则会导致要命的疾病 吃生如此可怕 中国却有一个地方有着百年的吃生历史 金国在东海的一个小岛鱼村中长大 人到中年的他如今已经在宁波的象山县地居 这一天中午 金国要邀请亲朋举行一次家宴 一大早 他就和妻子去附近的大型菜市场购买食材 由于象山靠海 市场里自然是琳琅满目的海鲜 而从两人购买的食材来看 这次家庭聚会海鲜也是主打 他们购买了虾 螃蟹 贝类 八爪鱼等 回到家后 金国和妻子开始处理这些海鲜 随着客人们陆续到来 菜肴也摆上了桌 而让人吃惊的是 这一桌子的海鲜 竟然大部分都未经加热 是直接生吃的 中国的吃生文化 不仅历史悠久 而且遍布南北 北至东北的辽宁到山东一带 以吃贝壳类和甲鞘类生鲜为主 如螃蟹 牡蠣等 南至广东广西 吃生鱼片的特别多 东至江苏浙江一带 尤其爱吃生的贝类 而吃生时间最长的 当属浙江 他们的吃生鲜历史 已经有两百多年了 楼永江是宁波大学海洋学院的教授 他的整个学术生涯 都在从事海鲜研究 如何食用生鲜 更是他实验室的研究特色 这太让人疑惑了 一边是食用生鲜后 感染寄生虫的案例 另一边不仅有一个庞大的吃生鲜群体 竟然还有人在研究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核鲜 最好不要生吃 因为它的寄生虫 卫生物含量比较高 尤其是寄生虫 原来我们通常认为的生鲜 根据生长环境的不同 被分为两大类 生长在淡水中的核鲜 和生长在海水中的海鲜 在金国的餐桌上 所有的生鲜制品全都是海鲜 专家认为 核鲜是不能生吃的 而大多数的海鲜 却都可以生吃 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金国的老家 在宁波象山县的一座名为赫浦的小岛上 过去岛上居民多以打鱼为生 而不要说赫浦 整个象山也都是靠海吃海 正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让生吃海鲜的习俗流行起来 贴食的时候呢 就渔民出去去打鱼的时候 因为他带的粮食比较少 那么这时候呢 他船上呢 就是拿一些活的虾呀 活的鱼呢 就这个酱油呀 或者盐蘸一下之后呢 这个吃起来味道很好 因为他的残浪的条件 很难像落地上面 就地取材生活 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你带去的干粮吃完了 那么只能就是吃生的 而他这个长期的舌舰之中 发现既好吃又不会生病 在没有冰箱的年代 大量捕捞上来的海鲜 尤其到了夏天 储存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渔民们经过实践后发现 海鲜通过盐烟之后 可以延长它的保鲜期 而且不仅如此 盐制后的生海鲜竟然很好吃 于是这种食用方法流传并沿袭开来 反而变成了今天的餐桌美味 像我们很别的人呢 这个东西呢 就是根本不奇怪的 因为越深地吃 感觉到口味很舒服 很鲜了 你如果几天没有吃 感觉到人就是好像不舒服 好像吃上瘾一样的 海鲜 海鲜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鱼类 贝壳类 甲鞘类 到今天 几乎每一类 人们都摸索出了生食 甚至是活食的方法 像三文鱼 海鲁鱼这样的海鱼 可以做切片刺身 牡蛎 敲开壳就可以食用 而血汗的流行吃法 则是开水中一烫 使其张开嘴巴 带着血汁味道最鲜 螃蟹洗净剪碎 炎炎酒泡后都可直接食用 而八爪鱼和海虾 甚至可以活着蘸料吃 这些画面 在一般人看来 简直是惊悚 而里面的门道又是什么呢 而总结历年来的报道发现 凡是食用生鲜感染剂生虫的 都是因为生吃核仙 并没有生食海鲜 感染剂生虫的案例爆出 这其中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河水里面 它的盐度 是非常低的 有甚至可能产生是负度的 那么海水里面的话 它的盐度非常高 比如说在海洋深处的话 它盐度最高 可以达到3.5 那么盐度越高 它越容易 杀卫生物 原来寄生虫和微生物 对水体环境是有偏好的 它们都不喜欢咸的环境 它们喜欢盐度 在0.8%到1%的水体 而这个盐度 正是淡水的盐度 也就是说 淡水环境是微生物 和寄生虫滋生的温床 这就难怪 海水中寄生虫和微生物 远远少于淡水 尤其是寄生虫 因为难以适应高盐度环境 在海水中几乎被绝杀 那么 河鲜和海鲜 到底在寄生虫和微生物上 有多大区别 为了亲眼验证一下 我们请楼永江老师的实验室 做了一个实验 两名实验员去附近的市场 分别买回一条海鱼 一条河鱼 和一些淡水螺丝 它们首先要做的是 查看河鲜和海鲜体内 是否有寄生虫 它们分别取下一部分鱼肉和螺肉 制作成样本 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海鱼中 确实没能找到寄生虫 而楼老师强调 即使是河鲜 也并非每一个个体内 都能找到寄生虫 那么今天 看看我们能否幸运地 买到没有寄生虫的河鲜吧 但是经过一番寻找 我们竟然真的在河鱼身上 找到了寄生虫 可见河鲜身上携带寄生虫的概率 还是非常高的 而且寄生虫生命力极其顽强 要想在入口前消灭它们 只能依靠高温加热 找到寄生虫后 实验员又重新分别在 河鱼和海鱼的身上 切取样本 进行微生物培养 这两条鱼在购买时都非常新鲜 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在未经任何处理的情况下 河鱼和海鱼的体内微生物 究竟能有多大的区别 培养微生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整个操作过程 都要在这个狭小的无菌环境下进行 为的是防止环境中的微生物 对结果产生影响 培养敏制作完毕后 河鱼和海鱼的样本 被放入培养箱 温度设定为摄氏30度 我们需要等待漫长的72个小时 最终会等来怎样的结果呢 经过三天的培养 实验员取出了培养敏 结果一目了然 七明灵的每一个斑点 带了一个微生物 看这两个是 一个是海水鱼的 一个是淡水鱼的 它同样的我们给它进行 十倍吸食的时候 得到的微生物的数据 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淡水鱼密密麻麻 已经根本数都数不清楚 这个一看之后 至少有几十万个 这个最多也就三万个 对比这两个培养敏可以看出 在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情况下 两条鲜活的河鱼和海鱼体内所携带的 微生物数量差别 竟然如此之大 看来这印证了 人们通俗的认识 海鲜比河鲜干净 但是 如今的环境 已经跟金国小时候不大相同了 那个时候 大量的海鲜都是野生的 海滩和海水都没有什么污染 而现在 大量的海鲜依靠养殖 养殖的海鲜干净吗 为此 我们来到了位于象山的一家海蟹养殖基地 这家养殖基地距离海底仅一步之遥 方便将海水引入 夏天是投放蟹苗的季节 工作人员正在为蟹苗安家 蟹塘里布满网箱 每个网箱又被一分为二 乡底铺有沙子 等蟹苗长大 它们待在各自的网箱中 能够避免因为争斗而导致死亡 那么我们这种框养的话 是些水处理这方面提前安排了 相当于进来的水 就是比较干净的水 来后 这个框养里面 我们其中有一半 不是刚才讲的 有沙的地方 有沙的地方 恰恰也起到了许沙身体的作用 所以自动放射养尸类的蟹身体就很干净了 跟野生蟹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但是仅仅让水质和螃蟹保持干净是不够的 我们知道水中的沿度非常重要 只有始终保持相对较高的沿度才能抑制微生物和寄生虫的生长 而我们在养殖基地的时候 象山正在下雨 连续阴雨是宁波常有的天气 雨水不断灌入网乡 海水不就被冲淡了吗 一方面如果雨不大的情况下 我们释取一个冲氧的方法 使上下层它的盐度 既不让保持均匀 又保持一定的浓氧量 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大关系了 相当于 一般我们释取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对时间的 我们尽量还是能把上面的带水 通过一定的方法把它排出去 这样接受里面的严重的变化 第二种方法就是我们桌上大盆 雨水自来就长在外面了 除了螃蟹 当地还有一种名头很大的生鲜 这就是尼罗 尼罗是一种生长在海土里的海鲜 金国的老家盛产尼罗 而尼罗最大的特点就是煮熟了 反而不好吃 风味肯定是这个生的 吃起的口味好 年轻时金国家里每年都在收大量的尼罗 清洗后用盐烟制储存起来 过去他从来没有想过 要把这种只属于小岛上的美味传播出去 而有一天他突发奇想 能不能让外面的人也接受这种味道呢 当时时候尼罗我们农村送给朋友都是出加工的 送给上海一个朋友 上海一个朋友他是搞饮食的 他吃了以后 他说金老板 这个尼罗我搞这么多年下来了 这个尼罗从来没有吃到过 这个品质这么好 朋友的话给了金国很大的启发 他决定尝试把自己觉得好吃的生鲜 加工成商品出售 于是他在早上开了向山第一家生鲜加工厂 专门加工具有当地特色的生鲜美食 在所有生鲜产品中 最受欢迎的就是腌制尼罗和红膏蟹糊 由于这些食品均不能加热食用 除了原材料需要安全卫生以外 在制作环节时要想尽办法减少细菌污染 比如尼罗就要经过一个高度久浸泡再拖久的过程 在制作尼罗和蟹糊的过程中 金国按照当地人喜爱的味道加入一些调料 达到他们满意的口感和风味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生鲜制品 从拿到原材料到制作完成时间 必须限制在四个小时以内 整个运输过程的温度也要控制在零摄氏度上下 这样才能保证到达食客手中的生鲜产品 是新鲜并且安全的 而让金国欣慰的是 这些生鲜制品正逐渐被更远的地方的人们所接受 那么这种看似原始的吃法 究竟只是食客们贪图口感 为了饱饱口服 还是其中另有门道呢 研究海鲜多年的楼永江 自己也经常食用生鲜 在他看来 对生鲜烧制或仅仅是加热的过程 就会把海鲜里面的一些成味物质溶解进水里 使得人的嘴巴尝不到它原来的风味 如牛黄酸 油里果胺酸等 这些都是味精的主要成分 而人们对鲜的感受也正是来自于刺 当然 除此之外 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当鱼体煮熟了之后 它这个蛋白纤维的结构改变了 使得它吃起来之后 就比较粗糙 这个生鲜的鱼 它本身的蛋白质就吃起来 口感上比较细腻 允许所需要的卫生素 在高温底下 有肯定能破坏一部分 煮的时间越长 温度越高 它的破坏就越厉害 那么既然要生吃 就要想一些更安全的办法 从之前的实验可以看出 就算是海鱼 仍然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微生物 都会对人体有害 但是为保安全 还是最好杀菌后再使用 那么不进行加热 是否还有别的办法可用呢 民间生食海鲜时 多半会使用蘸料 比如酱油 醋 芥末等等 人们认为这些蘸料 不仅能调味 还能杀菌 消毒 这种方法靠谱吗 我们又请楼老师的实验室 进行了第二次测试 由于之前海鱼样本 微生物数量不多 为了让观众看到更明显的对比 我们决定用合鱼样本 来检验战料的杀菌能力 实验员将样本切片 分别放入芥末混合液 和醋中浸泡 为了让实验更接近真相 楼老师要求控制浸泡时间 模拟人们食用时的状态 实验员将浸泡后的样本 处理后放入培养米 再放入培养箱 同样需要72小时的时间 让我们来看看 蘸料消毒之说 到底是民间的自我安慰 还是确有其效 经过三天的等待 结果最终会是怎样呢 淡水鱼 把它切成生鱼片之后 放到醋里面去蘸一下之后 我们又可以看出来了 同样的吸湿度的情况底下 它这个卫生物数量 就马上跟原来比的话 少了非常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醋 可以对它进行消毒 消毒率可以达到90%以上 这是一个芥末的 芥末来比较之后 我们可以看出它至少 这个消毒率达到99%以上 占了醋和芥末的样本 与原始样本对比的结果 可谓惊人 它们发生的变化之大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罗老师认为 醋的杀菌能力可以达90分 而芥末对微生物的消灭能力 近乎完美 可以达99分 而不爱吃芥末的人 也可以选择更为大众化的醋 由于海水的酸碱度在8左右 而醋的酸碱度只有2点多 巨大的酸碱度差异 会让习惯了海洋环境的微生物 到了醋里无法适应 因此 醋才能够起到杀死微生物的作用 看来 生鲜并非全都不安全 美味的背后也有不少门道 春节将至 热爱生鲜美食的食客们 不妨选择一些新鲜的海鲜 蘸上这提味又杀菌的蘸料 放心的大饱口福吧 生吃鸭肝 是噱头还是食食 生吃动物内脏如何保证食品安全 走进科学多方调查 探访鸭肝生吃背后的秘密